爸 妈 来来来 放下手里的活 召开一个紧急的家庭会议 不是 我做算了 都做完了呗 做完了就完了 来来来 快点快点 这件事情如果不解决 咱们的家庭很可能会失去一位亲戚 你要离家出走啊 不是我 是我小姨父 你小姨父要离家出走 不是离家出走 妈 我问你 今天是什么日子 跟我小姨父有关系 今天 哎呀 我想起来了 那是你小姨生日啊 对呀 是我小姨的生日 我敢保证 我小姨父肯定忘了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我小姨刚才给我打了电话 我仔细聆听了她在电话那头的嚎叫 大概内容就是这样的 我小姨父 自从当上了经历以后 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眼里就剩下钱了 哎呀 看不得身边的人比她好 身边的人比她好一点 她就羡慕基督恨 全部的经历全放在这儿了 根本就不回家 再这样下去 我认为这个家庭很危险 哎 是不是 你等会儿 你刚才说的这番话 妈咋约听 你像说你自个儿的呢 是 我的家庭谁说谁呀 不是我 不是我小姨父 咱得赶紧想想办法啊 那咋办法呀 不是 这人家家的事 咱能咋办呢 咋办 硬办 你给她打电话 把她叫过来 我就不信我收拾不了她 妈 咱娘俩还真是想到一块去了 我已经给她打了电话了 她一会儿就来 是吗 来了以后啊 你们听我的 我呀 行 行 我去 你们就配合我 陈春芬 陈春芬 什么事 什么事 你来了 什么事 自己办不了了 想起小姨过来了 我来给你办 我确实是办不了了 看见没有上这厅来的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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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姨复 我问你啊 你看你这 你一天到晚 你这忙什么呢 忙啥 啥忙我忙啥 哎呀 把我累 那你今天忙啥呀 今天没事 今天啥日子 重要日子 关键日子 对 哎呀 想起来了 我要账 哎呀 开开开 你要什么账啊 小姨复 今天我请你来啊 我是想告诉你一点 你们公司的一些个小道消息啊 这里 我们公司小道消息 你怎么知道啊 我怎么知道 我跟你们公司的赵总有业务往来 真的啊 哎 哎 我爹呢 赵总怎么说过 哎呀 哎呀 我对你评价很高啊 是吧 哎 一块干的公司 虽然我们俩是上下级关系的 但是平时都是哥们 今天我跟他谈话的时候啊 我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奖金条 现在全公司都在讨论这个事儿呢 有没有我的名 第一个名字就是你 多少钱 奖金一万 姐 姐过 过来过来过来 啥事啊 过来 说 你刚才跟我说什么来着 奖金一万 跟他俩说 你跟我说说 大点他 我小姨父 得了奖金一万万万万 看我干啥呀 他说的 哎呀 孙芬啊 那个你太清楚了 你小姨父真得奖金一万 一万 不是 那一万是一个亿 后边有四个零 对 中间有小数点什么呀 停 干啥呀你们 怎么这么某个心态呢 见不到别人好 咱们还是亲戚呢 对呀 再说我 我是那个中钱财的人吗 多一个零 少一个零 对我来说无所谓 哎呀 三千繁华 谈指刹那 百年之后 一把黄沙 不是竞技 还硬 没硬 小姨父 哥长你这么一说 你的境界很高啊 干啥呢你俩 那个炒土豆丝 做点饭 对 做啥饭 把土豆丝倒掉 待会咱们一块 出去吃海鲜 我请客 我没有吃海鲜的 家太热了 有水没有 有有有 有水有水 有到道路上吧 来来来来 哎呀 别激动 慢点慢点 小姨父啊 那个 你们公司有个叫 李兴国的吧 李兴国我知道 他是第二个名 他得了一万二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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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姨父 李兴国得多少 得一万二啊 他凭啥一万二 我又不凭哪 啊 李兴国一万二 怎么了 我是经理 他是宝洁 不是 就是领导认为他比你贡献大 对 你们怎么不听我的话 我是经理 他是宝洁 那我明白了 他拿一万二 我应该拿十二万 不是 他是不是跟你们赵总 有什么特殊关系 这可能 都是男的有什么特殊关系 哎呀 妹子 你消消气消消气 你听我说 那钱财都是身外职务 是吧 名利都是过眼云烟 三千繁华弹指刹那 百年过后一把红烧 背词挺怪的 说得对 对 是 我听你的 你也要不然啊 哎 对 哎 这怎么了这是 哎 哎 叫一过形象 别 别动着 哎 哎 别在这睡啊 睡着了 缓缓 你说得对 我不还是经理呢吗 哎 对不对啊 对 他还是保洁 是 是 就是 这我说吃啥的 待会儿 啊 那个 你不要吃海鲜吗 吃啥海鲜 土豆丝没到 就吃土豆丝吧 我就妈呀 海鲜和土豆丝 这差别也太大了 落差 我落差更大 我是经理 他是保洁 哎呀 都知道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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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一个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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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啊 你们公司 有比你拿的少的 怎么样 大多数比我拿的少 我是经理 我叫玩儿愣的吗 玩儿愣我知道 玩儿愣拿了八千 你又怎么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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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小银河又怎么了 玩儿愣拿多少 八千呢 八千啊 王儿愣 王 咱不说了 二 愣 明白了吧 你又干什么了 大傻子 在我们单位 哎呀 你跟他说句话 他三天听不懂 他跟你说句话 你也三天听不懂 明白了吧 他拿八千 我应该拿八一 小银河 你这是怎么了 没错 不是 他拿八千 你不还比他多两千呢吗 我是比他多两千块钱 对啊 但是我掉了两千层脸皮 哎呀 我在单位我还怎么混 哎呀 心里格局 对 钱财身外之物 名利过眼云烟 三千繁华 谈指刹那 百年之后 一绑往上 你要再撒黄河 我就自杀 哎呀 行了行了 妹妹 你不是要请我吃饭你吗 对呀 咱们去吃饭你吗 吃啥饭 你们俩高血量弄大 你别吃饭了 吃海鲜 还高血量有关 当然了 你这吃土豆丝 就完了吧 那怎么吃呢 对呀 下点挂面 我买个挂面了 我也在这吃 还多一口人啊 行了 也不怪我小姨父啊 他生气 我发现了 他们这个单位啊 有问题 不公平吗 你算说对吗 现在我的单位 我跟你说 有本事的人不用 没本事的人贼用 完了过来 贼多钱 反死 你放心 你的事我得管 我打个电话问问他 打什么电话 怎么会 还不够丢人的呢 算了算了 这千块钱吗 我小胎吧 那行 那不打了 能打还是打吧 五六都丢人了 那行 你给他打 你说话隐晦点 行 别说咱俩在一起 你出去打 行 我出去打 你快点回来 好好好 你找这么大提 你这犯不上 多得点钱 少得点钱 能怎么着 是不是 咱们还有那一万的 打完了没有 刚出去还没打沉呢 你过来过来 你姐夫刚才说的对 你听姐的 那不就差那一万块钱吗 是不是 要说这个心态呀 你可能比我和你姐夫 那宽敞的多 但是要论那生活经验 那姐和姐夫还是比你的差 我就看看他 咱俩在这放屁的 哎呀 这个人哪 说好了没有 全打听清楚了 来来来来 说 小姨凡 这下全明白了 李兴国王二愣 确实都是那些钱 凭什么 但不是钱金 是生活补贴 怎么了 这怎么了 听见没有 平衡了 生活补贴 啥意思 说明他们过得没我好 是吧 多点钱 多点钱怎么了 他还是比你多呀 人家是一万二啊 多两万才好呢 说明他生活更不好 不但我不嫉妒 我还要拿出我这一万块钱的当中的一些钱 我给他 我补贴他 我补贴他 这心情不就平衡了吗 哎呀 对不对 哎呀 小姨凡 你要是这个境界的话 那还一个事我告诉你吧 什么事 你们单位新调来一个经理 对呀 跟你同名同姓 是的 我知道 三天前调来的我还没见面呢 他还是没明白 也就是说我看到的那个奖金表 第一个名跟你同名同姓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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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爸都别管他 这种事让他自己行 啊 哎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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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了了 打电话 打什么电话 别打电话 打什么电话呀 哎呀 你别打电话 千万别打了 小姨复 就刚才你这出 我就应该给你录下来 让你看看你什么样 我实话告诉你吧 刚才这一系列的事 都是我编的故事 我怎么不死 哎 哎哎哎哎 哎呦 哎呦喂 小姨 我这么做主要是想让你知道 什么叫舍得 什么叫舍 什么叫得 你就舍得我 你来来来 你来来来 上一边上一边上一边 别别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我跟他谈来来 对对对你快坐 你跟什么 你上一边啊 那个咱俩聊聊 我也采访采访你 好不好 我问问你 你幸福吗 怎么玩 你幸福吗 那这儿不过去了吗 我赶你这儿没过去 你就告诉我 你生活得幸不幸福 幸福啊 我每天忙忙碌碌 上下班 挺忠实挺幸福啊 家里呢 谁家 你家呗 谁家呗 家里挺好啊 你是挺好的 你考没考虑过你家里另一半的感受 人家 嫁给你 那就是打算风雨同舟跟你相依相伴一辈子的 跟你挣钱多钱少没有关系 家不是旅馆 男人 在外边乘风破浪 你得不时的回到家这个港湾去休养生息 加油补给 你听明白了吗 今天就是你该加油补给的日子了 小姐们 嗯 说啥我一句没听懂 什么玩意 怎么了 我爸的意思说你该加油了 我车上还有两年呢 哎呀没说你的车 是说你这艘破船 哎呀 行了 妹夫 我就实话实说吧 今天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对 我妹子你媳妇过生日忘了吗 啊 今天几号你开门 哎呀 今天是她的生日 对 坏了坏了坏了 我把二月当三十一天过了 哎呀那怎么办给她打个电话 不是没买花的 得了别来那套了 识会儿的吧 赶紧回家接她去 就在我家咱们热热闹闹的拖一个生日行不行 对 我土豆丝都给她炒好了 对 菜都预备了 姐姐夫 哎 顺芳 你们今天真的 实实乎会给我上了一课 你们要是不给我维修我这艘破船呢 今天有可能就出交了 谢谢你们 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 我去接她 好 好好说啊 态度好点 你先过来 你先过来 不是怎么还有事啊 这回能好点 我奖金到底多少 一万 一万啊 说准了 我清楚的看见了 土豆丝倒掉 今天跟我出去吃海鲜 都去都去 我憋个大 待会儿啊 我就给你个惊喜 我去接你啊 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走了走了 哎 来了 我小姨父这人挺好的 可不是 哎呀 顺芳啊 麻烦你的事 你说说 那个她真得一万呢 我得得起啥子她 哎 那一会儿回来 那要犯心脏病可啥整啊 爸 妈 我也有这个阶段 我是过来人 实在不行 我拿一万块钱给赵总 当奖金给他发过去 要是一万块钱 能把小姨父的心脏 买回来 这一万块钱花的多值啊 哎呀 二姑娘啊 你的心态挺正的 那当然了 我在咱们家 我就是出无泥而不染的莲花 其他人都是藕 哎 那我呢 你是藕片 你还给我改刀了你 哎呀 太人了 我呢 不得了 我呢 我呢 我那是 这不 are 那我呢 这是 我呢